各位弟兄姊妹祖安 我是陆伦传律师 今天乐响诚言的经文 是继续在《路加福音》二章一至七节 在一段经文当中 重点是看到耶稣出世的背景 藉着这个背景 我们可以明白到耶稣的身份 以及他的照明 我们尝试用六个小标题 去看这段经文 第一点 在第四节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是大位家族的后裔 耶稣是大位一族一家的人 这里指出 耶稣是拥有一个以色列王背景的血统 也带有神所应许的被高纳者的位分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 在耶十字架上挂着的名牌 就指出 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在十字架上 耶稣被祭司长和文士和长老弃弄 都是针对以色列王的身份 马太福音27章37节到43节 耶稣基督的出身和十字架上的死 都是大有以色列王的位格 不单单是这样 我们更加要认定 耶稣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万事都要向他鬼拜的王 因为耶稣是大位家中所兴起的大灵的拯救者 《路加福音》一章69节 第二点 看第四节 耶稣是出生于百里行城 百里行城是大位的城 因为大位是在百里行城当中 受先知撒母义的高立 撒母义上十六章一至三节 耶稣在百里行城出生 是根据尼加书五章所说的预言 耶稣是已在以色列国当中 成为耶和华作掌权的 他的根源从紧古 从太初已经立定 所以他必定要依靠耶和华的大能 和耶和华的威严的名 来牧养他的羊群 好使他的羊群 能够享受到平安的生活 耶稣虽然出出一个 由大城当中是为世的百里行城 但他的名声和威严 必日见尊大 并且传到他万邦去到地境 尼加书五章四节 第三点 在第五节 耶稣的母亲是童精女玛利亚 玛利亚是约室所拼的妻子 但是表示不是一个已结婚的妻子 只是一个已有婚约的未婚妻 所以经文的强调 耶稣是由一个童精女 在圣灵的感应后所生的儿子 按照圣经的记载 这个儿子是一个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路加福音 一章三十五节 而这个儿子必定要起名为耶稣 意思就是神的拯救 因为神要将自己的八性 从罪恶当中去拯救出来 人就会称这个儿子的名字为以马来来 意思是指神与我们同在 而他也会牧养以色列的民 《马达福音》一章二十三节 二十六节第二十六节 第二十六节第四点 我们看第七节 这里讲到耶稣是一个投胎的儿子 从一个犹太教的角度来说 投胎的儿子是从母胎出身的第一个男婴鞋 预备了一个独特的特权和祝福 是必称为圣归主 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三节 按照摩西律法 满个既静日子之后 父母就会带孩子 上尤罗撒兰的圣殿里 献与耶和华 当时 约瑟和玛利亚 又带着耶稣上尤罗撒兰 在圣殿里面 当他们遇见西面当时 西面抱着耶稣 他的心就充满清重的话语 因为在他眼中已经看到 耶和华的拯救 万民的预备 这个就是说 耶稣就照亮外邦人的光 以及以色列国的荣耀 路加福音二章三十 到三十二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单单在耶稣身上 是献为圣归主 更要明白 在他本身的照命当中的时候 他就要去做拯救万民 第五点 我们看第七节 讲到耶稣在玛曹里面出生 耶稣虽然有大卫王的血统 和王的胃份 但他却在巴黎行城 一个玛曹里面出生 从表面来看 我们可以知道明白 耶稣是一个很平凡 谦卑玛曹里面出生 不是一个华丽舒适的地方 巴黎行城的意思 就是食粮的地方 而玛曹 就是放在动物食粮的地方 耶稣就是在这里出生了 一样封书六章三十五节指出 耶稣就是生命的粮 Bread of life 我们可能觉得是刚刚巧合 但如果我们仔细看清楚的时候 我们说耶稣是我们 为了我们熟灵生命的粮 也都是一个合当的说法 第六点 第一节 它是第三节 和看第五节 这里讲到的是 报名上策 报名上策是一个动词 也是一个名词 一共在经文当中出现了四次 这个报名上策 是按照当时 加萨亚古士督颁发的指示 是要人民在纳粹的名策里面 作出登记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 也都用了这个动词 表示我们的明智 已在天国的名录上有记录 在当作爱末世审判世人的时候 天地都会震动 唯有那些不震动的 得以长存的 就是这些在神的国里面 名策里面有名的子民 所以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就应当全感应的心 作神喜悦的事 又用敬虔敬畏神的心去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意我们今年圣诞普天同的日子当中 我们更加能够明白 耶稣降世的目标 愿耶稣的身份 和祂的照命 成为我们所持守的身份 和照命 奉主耶稣基督命祈求 阿们